好,13题讲的是工作表的金牌数量 所以要切过来 然后它请各位做的是C栏 这一整排 它使用的是Countif这个函数 Count是计算个数,储存格个数 以符是条件 所以它是指符合条件 符合什么条件 国家里面有栏B值的 就是以左边为基准 所以我在C2的地方 我就呼叫函数 这个我会停顿给老师看 它的位置在这 它是在公式区里面的 其他函数里面的统计 然后里面的Countif 那函数的使用 其实老师只要去想 您有办法叫出这个函数都可以 首Key啦 或是您喜欢用插入函数 通通都算对 所以这个不用去配合我 这个可以保有你自己呼叫函数的习惯 然后去叫出来就好了 所以Countif出来以后 其实MOS的函数都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它真的就这样写给你 所以它说第二个叫国家 那国家有两种做法 如果你要用最严肃的做法就是这个 这就是最严肃的做法 就是我从用于公式点国家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比较一般我们使用者会做的动作 就是自己回来选这一块 可是你看它就变成了陷阱 因为二九三十倍藏起来了 所以你自己选反而选不出来 它是选不起来的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MOS的标准集 看到比较贼的动作 它就是逼得你这样拉一定错 那反而你就一定得考虑 刚刚那个行为 就是用这个 然后当然手key可以 用手打国家也可以 那我们后来就变成说 我们在教学就会故意用名称 因为既然前面有做 这边就会直接呼叫出来用 有没有 它就会出现对应 然后第二个它讲的是蓝b值 就是这一个位置相对于左边那个b的值 所以它有可能得奖次数是0 就没有得过奖 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确定 然后这也是我们觉得这题目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名称会取代绝对残照 它就不用担心有没有锁这件事情 取个名字 就不用去跟你解释什么大勒赛前的符号 然后就自然的把它锁起来 然后你就只要向下填满 所以有得奖几次 它就会帮你统计出来 在前面 国家的那个范围里面出现几次 这边就对应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13 CALTIF 来 画面画面 这个已经大概算是Core里面最复杂的函数吧 对 这样子已经算是最复杂的函数了